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可以说大家最容易想到也最常见的一种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 正确的下法呢是挡住 这个棋是挡住 有些喜欢杀棋的朋友 就是说能不能是不是尖呢 直接把白棋进来的只杀掉呢 但这个尖可以说是一个过分的下法 因为如果你尖一个 白棋就算最简单的 飞一个 这个黑棋是无法杀白的 你接下来煎一个 那么我白棋就藏 黑棋挡住 白棋是最简单的 冲 黑棋挡 白棋叫吃 黑棋沾上 这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个白棋啊 要断掉这个黑棋 即使白棋这个简单的一挡 黑棋呢 也无法继续啊 这个杀白棋 因为你即使以后搬 黑棋就接上 白棋就接上 那么这个棋 由于自身外围断点太多 黑棋呢 无法继续 无法继续的话呢 那么一旦这个角被白棋啊 都活掉 黑棋外围自身 还会产生这个死活问题 可以说呢 在白棋点脚的时候 在白棋点脚的时候呢 那么黑棋尖这个 是这个过分的下法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 他这个正常的下法呢 应该是挡一个 挡一个 挡完以后呢 那么白棋呢 接下来呢 有两种下法 两种下法 第一种呢 就是拖 第一种就是拖 拖一个呢 就是说 是给黑棋啊 以这个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机会 如果拖的话呢 黑棋 这个正确的下法呢 是内板 是内板 因为这个地方 在周围 白棋有这个接印的情况下呢 黑棋这个也只能呢 就是呢 稍作退让 那么白棋退 黑棋家 这个呢 双方呢 可以说呢 和平的解决了这个脚上的问题 结果来讲呢 就是说 白棋先手得到了这个脱退 那么黑棋呢 也把这个脚呢 安心的走踏实 安心的走踏实 双方过有所得 如果说非要这个 讲这个到底是哪方 满意一点的 我们觉得呢 还是黑棋的稍微满意 就是说呢 黑棋本身这个脚 不是特别的厚 那么呢 在这个拆三 包括就是大飞 的情况下呢 与小飞相比呢 这个黑棋啊 多拆了一路 能守住这个脚啊 黑棋才是比较满意的啊 白棋拖的时候呢 黑棋外搬 这个是 不是太好啊 这个不是太好 因为外搬的话呢 白棋呢 它会退 那么黑棋站上 接下来呢 白棋还可以顺势 加一下 这个可以顺势加一下 黑棋呢 立下去 那么白棋 斑 虎 这个白棋啊 可以说活的呢 还是非常的大 活的非常的大 这个活脚活的非常的大 而黑棋这个外围来说呢 也不是特别的厚 木树上的亏损比较大 所以这个当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外搬 还是不是太好的 不是太好 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啊 就是说白棋拖 黑棋搬这个白棋退 那么黑棋加的话呢 这个白棋呢 略有不满 略有不满 那么呢 白棋呢 还会有第二种下法 白棋第二种下法 那么白棋的第二种下法呢 就是直接小尖 直接小尖 这个小尖的目的呢 就是想呢 直接把这个黑棋的这个脚掏掉 但是接下来呢 黑棋势必要挡 黑棋肯定不能 就是说很简单的啊 退让 这个退让肯定不行 这个退让 这个白棋度过 实在是活得太舒服了 那么黑棋呢 肯定要挡下来 那么与我们刚才所摆到了的 这个脱退相比呢 白棋活脚的这个空间啊 就要变小 就要变小 那么接下来白棋搬 要扩大眼位活棋 这时候呢 如果你随手搬 这黑棋随手搬呢 是个属手啊 是个是个属手 那么白棋可以呢 可以护住啊 这样呢 至少呢 就是形成一个一个打结啊 一个打结活 打结活呢 有的棋友就说 他跑我里面打结活 那我就打呗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结啊 实际上 看似白棋是打结活 实际上呢 是黑棋呢 他反而比较重 反而比较重 因为白棋开结以后 黑棋啊 提掉 黑棋打赢了 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 黑棋打赢以后 是这样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呢 黑棋把自己的脚 给吃回来 但是 如果被白棋打赢 这个结被白棋打赢的话 白棋提掉 那么整个外面的黑棋 就会变成一块棍棋 会变成一块棍棋 以后白棋就是 这么一打车 整个 黑棋所有的外围子 都要变成一块棍棋 所以这个结实际上呢 是这个 黑棋比较重 白棋呢 比较轻 黑棋不能轻易开结 那么 在这个斑的时候 在这个斑的时候呢 黑棋的 这个是正确的 防守手段呢 是点一个 是点一个 白棋得张上 然后呢 黑棋再斑 黑棋再斑 这个是黑棋正确的下方 接下来 白棋为了活棋 他必须呢 走一个 比较俗的手段 斑一个 黑棋立 现在黑棋这里要斑 这里要斑 那么白棋呢 必须 先防止呢 这个 黑棋的这边斑 那么他必须使出一个呢 非常熟的手段 那就是 一路斑 一路斑一个 这个是 非常损的这个招法 那么黑棋 接下来 打吃 白棋张 黑棋虎 白棋立 这个呢 可以说呢 虽然勉勉强强能活 虽然勉勉强强能活呢 但是这个活法呢 实在是呢 不太便宜 因为外面这个子 这个是被伤得太厉害了 以后黑棋 就上班一个 这个整个外围呀 黑棋都变得非常厚 这里隐隐约约 还有很多的木树 而且这个厚了以后呢 对这个子 都会产生这个 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 这个活法 就是白棋不便宜 而且从局部来说 脚上的木树 活得也非常的小 以后黑棋这个挡 有先手为挡 以后这个挡 有先手为挡 因为你不走的话 它可以直接从 一路吃进去 有可能呢 形成一个万年节 白棋走 形成一个万年节 以后白棋呢 吃黑棋 以后白棋吃黑棋呢 大概也就是这样团 所以说里面 实际上只有五木棋 里面实际上只有五木棋 这个应该说是 这个结果 白棋是不能满意的 白棋是不能满意的 白棋除非是在 就是说在这个黑棋外围 取得的外事 几乎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才能选择这个变化 才能选择这个变化 所以来讲呢 我们简单的先总结一下 这个点角 看以上的变化以后呢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个点角 白棋点角以后呢 基本上正确的下法呢 是拖一个算了 这个呢 可以说是 这个双方点角以后 正确下法 正确下法 那么呢 应该来说呢 黑棋呢 还是能够接受 不过白棋呢 也先手获得了一定的木数 也可以说呢 在此呢 在这个局部 简单的定型 那么点完尖以后呢 这个黑棋不怕 黑棋不怕 这是我们这个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 那么 看来这个点角啊 就说就是呢 还是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的话呢 那么肯定白棋呢 还想寻求啊 这个 更好的下法 更好的下法 那么呢 白棋还有第二种下法 就是说 直接从这里 来掏这个黑棋 平心而论 我觉得呢 就是说呢 这个点啊 比这个点角的下法 似乎更加有力 似乎更加有力 那么既然更加有力呢 那我们更加得好好研究一下 黑棋间 是这个防守的这个要点 防守的要点 黑棋如果 普通的啊 就是靠这个 嗯 这个就显得太软弱了 显得太软弱了 那么白棋长 黑棋张 白棋啊 简单一点呢 就算拖过去 这个白棋 有很大的收获 黑棋脚变得非常小了 当然白棋可以积极一点呢 这个尖出来啊 尖出来对这个黑棋 这个子 还有很大的威胁 这可以说是 可以考虑的 那么黑棋只有尖这个啊 黑棋呢 这个尖这个是最好的防守 白棋如果退 那这个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因为退的话呢 黑棋就算了 这个没有长到这一下 区别是很大的 那么白棋也只有冲 啊 爬回来 黑棋就算接上 这个来说呢 黑棋脚呢 还算比较饱满 黑棋的形状 还是比较饱满的 而白棋呢 在这里 在这边呢 虽然破掉黑棋一点木 但是以后 由于这个棋啊 自身还有些这个缺陷 所以这白棋呢 所得这个还是很小啊 所得还是很小的 因为这个棋啊 以后黑棋还有这个 靠着这些严厉的手段 那么既然点这个啊 点这个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肯定是要往里面藏 啊 这个是最狠的下方 这个是最狠的下方 黑棋 如果虎 想把白棋一网打尽啊 这个呢 白棋不用怕 白棋就尖 黑棋接 白棋党啊 这个里面虽然就是说 呃 白棋没有活 虽然白棋没有活 但是呢 就是说呢 黑棋也无法杀 杀这个白棋 因为你要想杀他的话呢 自己外面啊 有毛病 你看这一击 黑棋受不了 这一章 再一段啊 黑棋自身 这个毛病太多 无法呢 这个杀白棋 那么 黑棋虎呢 就是说呢 略有这个问题 呃 黑棋如果 就是说 肩在这里 如果肩在这里 那么白棋呢 也不用怕 白棋可以先爬 先爬一下呢 这个黑棋啊 也是比较难受 也是比较难受 嗯 如果 还是虎这个 那么白棋就搬 搬了打吃啊 这个棋 黑棋这个外围 不够厚 不够厚 就是说 不容易继续啊 打结的话呢 这个 这个结明显是呢 这个黑棋重 白棋轻 那么如果街上 不打结 白棋呢 一例 这个历史好守 这个 更加 更加无法 这个 黑棋无法继续了啊 因为白棋还可以 这里先打一下 这个姿势 外围有断点 里面如果要杀他的话呢 还只能点 这个还是个盘角去世 这个根本就是 就 就无法杀他的 那么当白棋爬的时候 白棋爬的时候呢 黑棋就 本身就已经很难受了啊 如果 现在扳着硬 那么由于这个挤是先手啊 这个就一打就出来了 所以呢 也就只能立着硬啊 立着硬 那么白棋再一掺 这个形状啊 黑棋要继续杀白棋啊 太累 太累 如果你挡住 白棋就冲啊 这个就冲断 由于白棋这个脚上的气有点太长了 这个黑棋 很难那个 很难继续下去啊 白棋有种种的这个手段 嗯 即算是黑棋 勉勉强强 能够把白棋 这几个子吃掉 白棋通过啊 从这边呢 嗯 收棋 或者是从这边一带的收棋 等等啊 即算让黑棋 收棋 全部吃掉白棋 也也是呢 这个黑棋吃亏的变化 因为这个脚本来就是黑棋有一份的 对吧 那么当这个长的时候呢 嗯 这个虎也不太好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棋可以说呢 这个白棋这个手段是成立的 啊 回过头来 作为黑棋来说呢 嗯 有两种下法啊 对这个呢 第一呢 嗯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也呢 嗯 虽说委屈 委屈一点呢 也呢 就是说呢 只能是算了 嗯 这个黑棋呢 在白棋外围比较强的情况下呢 也是属于明哲保身啊 一个一个手段 这是 第二种呢 黑棋就要不就尖一个 长一个啊 然后黑棋呢 再虎一个 当白棋尖的时候呢 黑棋从外面靠啊 嗯 加强自身的同时 你可以先尖一下也行 就是说先尖掉 再靠一个防止白棋挤的手段啊 然后呢 假如白棋退 黑棋不管怎么样 在外面补一个 或者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呢 嗯 让白棋黑 让白棋呢 在里面活一个 这样呢 黑棋呢 也是呢 呃 根据局面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呢 嗯 白棋的这个二路点啊 白棋的这个二路点 就是说呢 呃 是一个非常啊 好的手段啊 在这里呢 呃 我觉得可以向大家呢 这个推荐一下啊 在实战中 如果白棋外围 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 稍微厚于黑棋的话呢 那么你的这个二路点 我觉得啊 就是要优于这个点三三 最后呢 还有一种啊 白棋呢 其实呢 还有一种的更加呃 严厉一点的下法呢 就是直接打入在这里 打入在这里 这个棋 黑棋呢 也是相当的难办啊 不过打入这个的稍微呢 有个前提 大家记住一下 就是说呢 嗯 这个外围啊 一定呢 白棋呢 要比较厚一点 打入以后 黑棋 无非两种下法啊 一种是上压 一种是挡住 我们来看一下上压的变化 上面压 白棋就顶 白棋就顶 黑棋如果压 白棋搬过 粘上 白棋呢 就退了 当然了 这个凶一点 也可以直接爬进去 就是退一个啊 黑棋守住 那么这个可以说呢 白棋啊 先手 嗯 把这个黑棋脚上 掏掉 白棋呢 应该呢 是可以满意的啊 作为黑棋来说呢 有时候 在对方外周围啊 比较厚的情况下 也只能呢 让退让一点点 让白棋呢 就是说得到一点便宜 算了 那么 这个压啊 这个变化是 是比较 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个压了以后呢 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 长这个肯定是过分的啊 因为这个长外面已经很 已经出现毛病 白棋 可以冲了斑 冲了斑 转三 本身呢 这个可以跳火啊 而且这个外面有断点 这个黑棋 勉强 那么如果压了以后 白棋搬的时候啊 黑棋 虽说也可以直接拐啊 没有这个打赤的时候 不过白棋呢 就算硬一个啊 这个打赤本身一手棋呢 也是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这个黑棋呢 不见得便宜 那么我们看第二种变化呢 就是说 黑棋 直接挡 挡这个脚上 挡脚上的时候呢 这个 白棋 贴 啊 这个是束手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贴是个束手 有些棋 就一看哎 我正好一贴 你一扳 我不一弯 又正好跑出来了嘛 对吧 但这个棋型呢 实在是太差了啊 因为你被这个地方 被黑棋一扳 这个 这个白棋啊 马上就会变成一个鱼形 就会变成一个鱼形 如果粘上 那么黑棋就压 啊 啊 花这么多手棋啊 吃掉后手吃掉这一个子 这个是 嗯 所得呢 非常有限啊 而且我们从棋型来看 这是两个刀霸五 这个从棋型上来看呢 我觉得就是说呢 嗯 也不能说啊 白棋这个好啊 白棋好 所以这个贴 贴了弯啊 在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太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有力的后续手段呢 是顶一个 这个一顶啊 黑棋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黑棋非常危险 长 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 但是这部棋啊 不见得好 那么白棋呢 可以先搬 黑棋搬 看什么去必然的啊 然后呢 白棋再跳 这个棋一下子 可以说这个黑棋 这三个子和黑 黑角的联络 已经完全一下子 被白棋 给切断了 联络给切断了 这个接下来黑棋 如果作战的话是会非常的这个苦 非常的苦 这里不能冲断啊 大家注意 这个是不能冲断的 嗯 那么不 既然不能冲断 那么这个地方啊 可以说就已经被 白棋分断 那么分断以后呢 呃 黑棋不管你走什么 白棋呢 他就联络啊 这以后这脚上 啊 这个弯 种种的 还都是先手 这脚上的木树也非常少 外面这四个子 以后还是要还会要被人攻击 这个图呢 就是说黑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啊 黑棋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白棋这一顶啊 黑棋不能长 这个 黑棋已经很难办了啊 黑棋最强的变化呢 大概也就是顶一个 也就是顶一个 那么白棋呢就跳出来 以后呢 双方形成一个 作战的姿态 不过总的来说呢 白棋啊 进入黑棋空 把黑棋分断以后呢 黑棋走出一块 鼓起来 而且脚上啊 以后这里小尖 以后这里斑章啊 甚至于丹弯等等 还有呢 很多利用 这个棋呢 黑棋是比较吃亏的 也就是 挡这个以后呢 那么 嗯 被白棋顶啊 黑棋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难办的 这个挡呢 是好是坏啊 还是得值得研究 肯定呢 我觉得啊 应该是呢 从上面压呢 比较稳妥一些 比较稳妥一些 嗯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压完的 这个一些 这个斑的变化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带领压的时候呢 白棋呢 还有另一种变化啊 这个是爬进去 我这个爬进去的时候呢 嗯 黑棋现在不能走外面啊 被被白棋长的话 这个不太好 黑棋呢 这个时候呢 呃 可以比较稳健的 就虎住啊 白棋扳的时候呢 黑棋就就立啊 由于这个爬完以后啊 爬完以后呢 当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可以退啊 注意 刚才我们退不太好 现在呢 可以退啊 现在可以退了 那么就是说呢 呃 这几步棋交换呢 现在白棋呢 就会变成一个恶手啊 恶手 本来是冲完了 是跳进去的 现在等于爬了两下 嘿 接下来 白棋还需要在里面做活啊 还需要在里面做活 就算你夹到一下啊 还需要在里面做活 嗯 那么黑棋呢 就在外面 老老实实街上啊 这个呢 白棋呢 便宜的呢 呃 是非常有限的 啊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先爬呢 嗯 黑棋呢 也不用太怕 大家需要呢 注意点的呢 就是说 白棋点啊 是一个呢 呃 非常这个 呃 也是说 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手段 作为黑棋来说啊 在这个局部啊 正确的下方呢 呃 我觉得 是应该是压一个 啊 就 让白棋呢 这个是 从脚上 渡过 算了啊 这个呢 是双方一个 呃 局部正确的下方 接下来黑棋先张一下也行 啊 呃 直接拐一个呢 抢先手也行 这个 局部呢 应该来说呢 呃 是双方正确的下方 大家呢 也要记住 而黑棋直接挡一个呢 我觉得 啊 这个被白棋顶了以后啊 这个 黑棋接下来非常难办 非常难办 所以呢 黑棋这个挡 我觉得不如啊 这个黑棋压的下方好 呃 大家 在这个地方容易犯的错误呢 就是贴一个啊 就是贴一个 嗯 这样的席形 注意 不要轻易去下 不要轻易去 最后呢 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如果这个纸啊 这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呢 有时候有点区别呢 它会在这里 那么这个点的时候呢 黑棋就可以挡 因为白棋这时候 这个手段呢 就不太成立 嗯 这时候在跳的时候 黑棋是可以把白棋冲断的 大家需要注意中 这个中间的区别啊 这个纸的一路之差 也就是说 这个纸离得稍微远一点的时候 这个点 不是那么的严厉啊 不是那么的严厉 啊 好 呃 我们呢 最后给总结一下 这几种这个手段啊 嗯 当白棋外面 不是那么厚 啊 不是那么厚的时候呢 我觉得点三三啊 是比较明智的 黑棋呢 不容易反击 那么点三三拖啊 嗯 先手得一些目数 是比较呃 白棋明智的下方 但是如果当白棋外面啊 就是说嗯 比黑棋要厚的时候呢 那么白棋应该是选择 二路点 甚至于三路点 这两个下方 这两个下方呢 可以说呢 是呃 要优于这个 直接点三三的下方 嗯 最后呢 希望大家啊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呢 呃 记住这一些 其中的一些简单的变化 我们就是复习一下 点三三的 点三三的正确下方是 这个图 基本图是这个图 嗯 那么 阿鲁漏 黑棋的基本下方是 嗯 嗯 再尖一下 在外面靠 是这个图啊 啊 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局面的啊 情况呢 做出了这个正确的选择 呃 欢迎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呃 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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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